也就是说在它拖动的过程中 这个进度还没有最后确立 因为你的手指还没有放开 它是动态在变 在不断的变 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 因为你手指没放开 它实际上还没有成稳 所以我们这就用二个一就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先按着播放 就已经触发了一个 拖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再放开 OK 大家可以看 我们从最开始从10开始 在拖的过程中 它是不断的在我们的那个change 对吧 progress change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音乐播放的时候 你不要在这个里面去改变 你当前的音乐的那个播放位置 不然的话 一会儿要变 一会儿要变 实际上我们得它和它来配合 最后我们拖到了53 这样的一个效果 OK 这个空间就这样了解了一下就行了 关于外观 这个我相信通过我们之前的例子 大家对外观已经可以去解决它了 这些都不需要死金被 我们再来看一下 quick contact的badge badge是徽章的意思 就徽章和标签 还有我们很多时候公司的门卡 也叫badge 这个叫什么呢 快速的联系人的这样的一个badge 那么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 可以在这看这样一幅截图 实际上就是我们点了某一个人之后 他是不是可能会跟他连行挂钩 实际上这个badge就是指这个图片 就是指这个图片 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好说的 大家其实也可以自己在这里查一下 自己来查吧 我就快速给大家过一遍 同样的把这个空间拖上来 badge 拖上来什么都没有 就这一小块 因为他还没跟我们联系人绑定 没有跟我们联系人绑定 你要如果同样的 大家下来自己去看一下他的一些方法 就去看一下他的一些属性 有些什么 有个SRC 圆对不对 我们就想到原来他就是一个ImageView 因为后面大家学了就知道 ImageView也有SRC这个属性 事实上他是不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继承关系 大家以后看玩些些类 都要去分析他的继承关系 看到没有 就继承ImageView 猜都猜到了 所以这个图片你想指成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了 这是大家自己喜好了 这个大家已经可以去设置成你自己的一个照片 SCALE TYPE 超体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它是一个美举的美举变量 它这样是没有边界 差不多的 然后我直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组件的一个常规使用吧 操作一下这个 show 这个不好 同样的FindViewByID.ID.QCB 我们看一下方法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方法 重点就是这个方法 assign 就跟什么去匹配 分配 分配什么呢 分配联系人 我们知道联系人 这个其实我们所有联系人在系统里面 我们都是通过Content Provider公布的 当然这个还没讲到 后面我们大家会提到 反正就是每一个联系人 大家想象一下 作为联系人 他肯定是存在税库里面的 对不对 所以存在税库里头 他又要把公布出来给大家调用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会为了安全的需要 他不会让你直接防止税库 所以通过Content Provider提供出来 那么这里头就会用到一个URI这样一个机制 说白了就是我们税库每张表的 那个第一个ID这个字档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ID这个字档 去找到他唯一信 那么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Content Provider 我们以前讲四大时间的时候简单提了一下 后面会详细的去讲 说白了就是根据ID查询 根据ID去查询 这个是什么 根据电话号码去查询 这个是什么 根据email去查询 反正都是查通信路 都查通信路 我们就随便设一个 我就根据一个电话号码去查一下吧 指定一个电话号码 15608071871 我的电话号码 Laserlookup就是懒惰的查询 懒惰的查询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自己来看一下 如果它设置成tru的话 则这个查询不会被执行 直到这个视图被点了之后才会去执行 这叫懒惰的查询 我们就来懒惰的查一下 Force大家自己下来去设 这些空间 你用到了在学中没有关系 大家现在只是建立一个印象 他们是用来干嘛的 OK就这么简单 运行一下 那么如果没查到怎么样呢 没查到它会提醒你 要不要去新建一个联系人 还有些跟界面相关的 我就不去介绍了 这些空间 好 我点一下 它就去查了 查到了 不好意思 查到了 这是我 可能我之前说的 可能我之前说的 那如果没有查到 我改一个电话 顺便我们看一下 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事件 没有什么特殊事件 所以大家以后再看这些数件 一看就是 哇太熟悉了 立马就能辨别出 根据这个空间相关的一些自定义的事件 对吧 当然它起动的activity也是系统的activity 然后它就说是否要把它添加到联系人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新建联系人了 这样我们就进入到contact的通讯录人这里面来了 然后我就不操作了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form widget的最后一个组件 叫rintbar 这个我们也很熟悉 就是投票的时候 给那个设星星拿这些内容 对不对 这个rintbar的话 还巧了 这边还有比较详细的文档 好像 设置几颗星星 我们看重点属性 我们只看不一样的 设几颗星星 每增加一颗 这个值增加多少 step side 这个是递增脚步了 也就是说你每次增加一票的时候 你是按1来增的 明白吧 我们一共是5嘛 就5颗星星 那么如果你设成0.5的话 就每次就增半颗星 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是我这上面的一些插件 这个有学员问到了 操作方式也很简单 主要是当星星被设置了之后 就会是有一个 欠减的这样一个事件的点击 然后我们把当前的 他的这个事件 给他打出来就行了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rint 主要是rint 这样一个方法 对吧 rint的这样一个参数 不错 是一个辅点 这个就是跟我们那个值是相关的 那么我们猜想一下 其实他肯定有一个getrint 这一类的一些方法 对不对 所以猜都能猜到 当然你要把这个星星 要改成月亮行不行 能不能猜出来 可能是什么样的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增加一个星星 rint bar not support in the layout edit 他说这里头有一个形状 星星的这个形状 在layout edit里面不支持 layout edit里面不支持 这个形状 是否放错的地方 我们放错的地方 我们放一个readbar 它提示说这个形状没有 bitmap这样的一个形状 在layout edit里面不支持 我们不管它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下 我们自己去思考一下 自己去思考一下 我们先做一个尝试 先不管它 它的形状不支持 我们可以自己再去定一个形状 我们比方说 我更改一下样式 这个样式我当然可以用系统的 想象一下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更改 那我自己要去定一个样式 怎么去定义呢 是不是我们进到系统里面 把那个x面文件打开学习一下 对 所以大家学东西要学思路 不要去死经被这些东西 我们看一下样式里面 大家下来自己去研究它是怎么定义的 在vgit里面找到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样式 这有个retion bar 找到这 按照我们刚刚在官网学的 我们给它设置上它的星星有几颗 五颗 我们再给它设置上它的step size为1.0 你愿意你也可以弄半颗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里还没出来 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 如何去改变星星的形状 这是可以交给大家自己的课题 哦 sorry 我们看其实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这里由于没有用screwview 我们还没有讲到那个地方 所以它被推下去了 我们又没法扳 这样子 以后再遇到了 我把它往上来 把它拖到上边来 拖到这 大家看 实际上它那个是不是有点骗人了 照样实现了 我们每次增加的时候 都是一颗 再点就把它点掉了 它这个点把大家有一点要注意啊 就是我点这的时候它三 对不对 我再点到这 它实际上就只剩一颗了 这两个都会按掉 它不是说你点哪颗按哪颗 它实际上是一个不增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是四星级的评价 三星级的评价 二星级的评价 好 我们下面去实现一下这个世界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姑且认为它是一个小bug 我要去深究它 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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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它的方法 Set up 视线方法 哪一个呢 这一眼就找到了 Rating bar Change place now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几个值 我们刚才也看了 其实不看的话 我们猜也能猜到 这就格到当前的这个Rating的值是多少 对不对 实际上我们这个值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再去设置它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XML和我们的去写代码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 Rating 我们是不是一出来这就有个Rating啊 这个你就可以去设置它的一个默认值了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 好 那我们在这里没什么好说的 打出来就是了嘛 来看一下效果 这些组件我讲的都比较略啊 因为其实很多该铺垫的内容 我前面都讲过了 包括怎么去实现它复杂界面的这样的一个实现 相信到这里大家都应该有思路啊 没思路就自己去学习一些 研究 二 三 五 非常简单 对不对 那如果把这个绿色变成黄色 如果把星星变成月亮 这是留给大家的课题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 formway就讲完了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OK那这一块给大家一个要求 下来把我们今天特别从spanner开始 后面的我们都讲得很快 后面的也很容易 重点是spanner 这些就过一遍就行了 有兴趣的去更改一下它的这个外观 重点spanner 好好研究一下 多去玩一下 至少要把我今天练的这个两个例子都要给它练了 还要记住那张图 还要记住那张图 那原定的我本来想今天把这个也讲 看来来不及了 那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明天继续